現在開始來教學 首先打開Lightroom 然後你可以看到照片是非常黃 那你可以看到右邊 這邊有一些可以調整白平衡的 那最簡單就是拿吸管 點一下你認為是白色的地方 按下去 顏色是不是有回來一點點啊 如果還沒有這邊有色 你就左右移 然後就可以看到顏色有變藍 變冰冷或是變比較暖和 那調整的時候色調這邊呢 可能會遇到變綠色啊 變粉紅色 你就可以這邊去調整 然後調出你最喜歡的膚色以後 再來調整它的曝光度 那當然你可以先 套用下面這邊的描述檔有幾個可以選擇 那也可以選擇你比較喜歡的那個色調 那這邊有一個那個或是快速鍵按R呢 可以來裁切 那你就可以裁切到他們比較適合的尺寸啊 你如果覺得外外的你可以轉轉他 這樣應該就可以有一張比較基本的看起來還不錯的圖片 那確定OK呢 右鍵可以轉存 然後轉存的時候 這邊就可以設定你要存在哪邊呢 然後這邊下面可以設定你要存的尺寸大小 那如果你有縮圖記得就把它銳利化 那我通常都是設重新調整尺寸 然後長邊是1920 那銳利化再去適合螢幕這樣子會比較好看 大概是這樣 你再試試看囉 再試試看囉